人心的丑陋就是在无权无势善良的人身上挑毛病,却在有权有势缺德的人身上找优点。 当无权无势善良的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却还要站在所谓的道德至高点上假惺惺地劝说无权无势善良的人一定要忍耐,一定要大度。 人心的丑陋也就在这些话中一览无遗,暴露出来的是高高在上的一种歧视和怜悯,更是一些人的丑恶。 正如网说所言,世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来愚弄抵层人。 世界上最无耻、最歹毒的就是让别人受罪和吃亏,却又在极力的赞美,就是用别人的善良和宽容当作愚弄别人的手段,而让自己从中受益。 所以,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劲儿,教你学好,然后好由着他们来使坏。 所以,当一个人告诉你要善良、要包容、要忍耐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当他们告诉你要乐观、要坚持的时候,你也千万别当真。 当有人让你受了伤,却又来安慰你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而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的苦、自己吃、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就好了,别的都是浮云。 你只记住一点,当金钱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真理都会沉默,这才是真的。